说起许少雄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TVB的元老级演员 在电影圈也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演过无数经典 最为人熟知的角色是使徒行者的欢喜歌 日前 75岁的许少雄 在香港岛为爱女许慧金举办婚宴 邀请众多圈内好友出席 婚宴现场星光璀璨 个个都是熟面孔 嘉宾阵容堪比TVB台庆 接受敬查理的除了许少雄夫妇 还有一对大家熟悉的演员夫妻 杜燕哥 韩玛丽 两人是新娘的干爹干妈 刚从横店赶回来 本来跟拍摄档期有冲突 幸好调整拍摄计划后 能赶在婚期之前杀青 欧阳振华 萱萱和江美怡同时到达 两位美女演员都保养得非常好 特别是萱萱 真不敢相信她已经53岁 比江美怡还年长一岁 在大降温的情况下 全场只有萱萱穿了短裙 很多网友都替她感到冷 有趣的是 欧阳振华和萱萱 这对迎评CP在停车时 因为见到对方太过兴奋 竟然都忘了带上红包 后来萱萱就给钥匙 让欧阳振华替自己走回去拿 郭敬安怕欧阳振华无聊 就陪她一起去 还好碰到同事可以搭便车 否则要走15分钟 之前因为脸将被网友质疑 医美过度的郭敬安 脸变自然了不少 不过下巴看起来依然有点怪 情况类似的马德中 笑起来表情依然僵硬 很多港星都带着另一半出席婚宴 比如苗乔伟vs七美珍 成豪vs陈英威 江大卫vs李玲玲 罗乐林夫妇 关李杰夫妇 黄浩然夫妇等 出席婚宴的还有导演杜琪峰 监制潘家德 监制文伟红 罗 蓝 关宝慧 于安安 黄日华 张兆辉 卢婉英 冯素波等 都是业内元老级人物 还有阮兆祥 梁列维 梁思浩等艺人 很多剧组主创得以重剧 剧不完全统计 出席这场婚宴的圈内人不少于30个 而且都是非常资深的艺人 所以这不只是一场婚宴 更是TVB的一场盛事 作为TVB总经理的曾志伟 竟然缺席了 是没受邀还是没空呢 除了嘉宾阵容 这场婚宴还非常豪华 不比很多豪门喜事差 许绍雄老婆龙燕是新加坡人 一家三口早就宜居新加坡 许慧经的老公也是新加坡人 所以婚宴会分别在香港和新加坡办两场 每场30桌 其实早在7月初 龙燕就透露许多婚礼细节 香港举办的地点是在马会会所 接着在新加坡某五星级酒店继续办一场 这两个场所的消费都是非常贵的 一般办一场花费就要300万 夫妻俩还为女儿定制了八套礼服 各种款式应有尽有 其中一款的裙摆长达三米 非常夸张 中式裙挂也是花重金打造的 跟杨姨结婚时 穿的裙挂是同一品牌 纯手工打造 价格不菲 在此之前 许少雄还花了2300万港币 为女儿在新加坡买了一套400多平米的独栋别墅当婚房 别墅里有庭院 泳池非常豪华 所以算下来 许少雄夫妇为女儿结婚花了至少3000万 可谓一至千金 这两年来 许少雄还先后投资700万支持女儿在新加坡创业 分别开了烘焙店 咖啡厅和茶餐厅 很多明星都曾到店捧场 以上这些巨额花费 当然只是许少雄身家的冰山一角 他为什么这么富呢 其实许少雄本身就是名门望族 太公曾是一品官 姑婆是训歌的妻子徐广平 叔公曾是粤军总司令 去年许少雄曾跟训歌的长孙周令妃相聚 许少雄刚入眷时就有Benz熊的外号 因为他70年代就开得起上百万的大班 当时没几个圈内人买得起 许少雄在香港还有一栋别墅 他两年前庆生时 曾邀请众多圈内好友到家里相聚 从泳池一角就可以看出 这套房没有一意是拿不下来的 综上所述 许少雄真的是人不可貌相 加上他在影视圈的成就 真可谓是人生赢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